卡特家庭期 奥利弗的新眼镜 奥利弗要佩戴眼镜了 我不想戴眼镜 奥利弗说 眼镜可以帮助你看得更清楚 妈妈说 我现在也看得很清楚 奥利弗嘟嚷着说 妈妈开车带奥利弗到了眼镜店 奥利弗戴上了他的新眼镜 我看起来真丑 奥利弗说 你看起来很帅气 妈妈说 而且你也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那天晚上 冰淇淋车来了 妈妈给了哈利很多硬币 孩子们跟在冰淇淋车的后面跑 等一下 奥利弗喊道 我们想要冰淇淋 我们想要冰淇淋 哈利喊 奥利弗 哈利 还有艾米飞快地在路上跑着 突然 哈利被绊倒了 所有的钱都被抛向了空中 硬币 硬币被撒得满地都是 孩子们捡起了硬币 但是 有两枚硬币找不到了 啊 糟糕 艾米说 我们的钱不够 现在 我们买不成冰淇淋了 哈利说 就在这时 奥利弗发现了什么 是两枚闪闪发光的硬币 我们可以买冰淇淋了 奥利弗说 好样的 奥利弗 艾米说 你帮我们找到了丢失的硬币 嗯 哈利说 我最喜欢冰淇淋了 艾米说 我也是 奥利弗说 还好 我配了新眼睛 小 helpful 小独 小独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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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